许听我说,世界我来播 本期律须关键词2024年世界旅游情预表 世界旅游组织近日在最新发布的2024年首份世界旅游情预表指出 截至去年年底,国际旅游业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88% 国际游客预计达到13亿人次 预计2024年国际旅游业将完全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初步预计将比2019年增长2% 报告指出,中东地区的复苏相对领先 是唯一超过疫情前水平的地区 其入境人数增长22% 欧洲是接待全球游客最多的地方 在区域内需求高涨和美国游客的支持下 达到了疫情前水平的94% 非洲的游客人数恢复到了疫情前的96% 每周恢复到疫情前的90% 值得注意的是,随着多个旅游市场和目的地的重新开放 亚太地区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65% 但各地区表现的参差不齐 南亚已恢复到87% 东北亚仅约55% 2023年国际旅游业收入达1.4万亿美元 又为2019年旅游业收入1.5万亿美元的93% 2023年旅游业出口总收入预计为1.6万亿美元 几乎是2019年1.7万亿美元的95% 按旅游业直接国内生产总值计算 2023年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初步估计为3.3万亿美元 占全球GDP的3% 我是Braya 关注我了解全球旅游资讯